首先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第一場 這是我們組織台灣健康人員的行動協會 其實我比較是很低於協會這兩個字 因為協會這兩個字是為了應付內政部 他說一定要有人 所以就沒辦法 當然我比較喜歡說健康人員的行動 它就是一個行動 它就是一個動作 這是我們第一場活動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同場 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來跟我們一起來討論這個議題 那實際上我是這個請問的理事長 如果你們如果比較熟悉我的另外一個職場的話 我是台灣勞民政縣的理事長 那當然我在勞政也二十幾年 二十一年 也因為在勞這二十一年跟這一群朋友 一起努力合作了很多的議題 就如同剛剛大家都自我介紹的 這個議題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廣的議題 那但是現階段 我們學會還是比較 focus 在健康不平等 或者說更廣的 社會不平等 這樣的一個辦公 當然 健康不平等 是什麼 會在五位的網站 慢慢有辦法的建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大家手上有我們這張卡 上面有我們的資訊 還有我們的網站 包括說我們每一場座談 總共有六場座談 每一場座談都會有講師的測試 那在我們的網站上面都會呈現 都會有 包括說我們每一場的介紹等等 所以請大家可以到我們網站上面去看 那基本上 成立這個組織 成立這個協會的目的 某某程度上要從很多很多年前 或者是說我一直都在從事的工作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這個健保是1995年開辦 對不對 大家知道 我今天下午才跟一群高中生講 什麼叫 什麼叫社會工作 我們健保是1995年開辦 你們還記得啦 你們知道1995年以前 台灣有多少人生沒有健保嗎 47.2% 這42.7% 對 人生沒有健保 所以那個時候的八點檔 演的都是什麼 一個 家裡有一個人生病 要上救護車要先簽本票 家裡有一個人要上手術台要先腳保證金 所以某程度上 當然台灣已經 或多或少 解決了好些問題 但是 很多問題還是持續的存在 包括剛剛大叔叔提到的 醫護人員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說 整體而言 健康資源分配的一些問題 這就會是我們這個協會 包括我們有 健康資源分配的 包括老師他也是我們的 常護理師 我們有護理師 我們有法力的學者 有人類學的學者 有社會護理的學者 我們就集大家的力量 想要一起來討論 那台灣下一個階段 我們如何讓社會更平等 在我介紹完兩位前 我用短短的一分鐘的時間 來稍微講一個故事 就是說 事實上 很多的健康不平等的議題 都存在我們身邊 而這些事情 如果跟豪宅秒殺的新聞應變 這個社會就會很過分的 那這是我們一起要來努力改變的事情 那今天有兩位講者 都是我們長期的長期合作 我們一起打拚的夥伴 那第一個是吳全鋒 那叫你學長呢 老師呢 還是 他是我學長 我研究所學長 那全鋒他 事實上他在法力的領域 然後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健康不平等是他學術上的摯愛 所以他待會兒要跟你們分享他的摯愛 這個就是大家拭目以待 那一併呢 是 反正我們兩個實在在街頭上面一起努力 我們兩個是萌戲的 看得出來嗎 就是身上掛的聯盟特別多 比如說你們想到的任何有關人權的聯盟 我們兩個都有份 我們兩個都有份 包括憲改 或者公約的 公約建築聯盟等等 那 當然我們協會有兩個夥伴 張慧如主願 是統籌負責這一場 這六場活動的負責人 他在後面 那負責撤寫講師的是我們的小孩 朱亞軍 那我想我就強化短說 我們就掌聲來歡迎 第一位講者就是胡淺峰 老師讓我來跟大家分享 他在這個議題上面的一些看法 也許有點大 剛剛他們兩個都在跟我抱怨說 這個可以講三十例 不過他如何用三十分鐘來講三十例的事情 我們就掌聲歡迎胡淺峰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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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因為 PPD在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要可以稍微微想一下 謝謝 因為這個題目 大概基本上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把那個題目非常大 所以我今天在整個討論過程當中 我嘗試著把這個重點放在健康的支援區這一塊 我會某種程度 帶到所謂的不公平的一個社會結論 但是我剛跟你以前發現說 我們剛好 某種程度在誤會當中做了一個分頭 他所有都在後半分 我所有都在前半分 所以我目前會把重點放在前面 那我整個 可以講過程的話 因為我習慣還是用一些問答的方式 所以我會盡量不適用力量的方式去講 很簡單 今天所有的一個健康 剛剛大家講了很多很多的健康議題 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健康議題 放在這個社會上面 你會有到非常嚴重的一個疾病 甚至到非常輕微的疾病 只是影響到你會需要去上班 你不能去上班這個疾病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健康會發生非常多的影響 所以我想請問大家 你們認不認為健康 到底這個社會有沒有義務 要去保安一個人的健康 有 好 假設有的話 我們現在又回到一個問題 你們會認為 不管是在這種非常嚴重的疾病之下 他需要保護 還是像這麼輕微的疾病 他只會影響到你上個天班需要保護 什麼樣的狀況之下需要保護 都需要保護 都需要保護 我們先把這個想法 先放在心裡面 假設說都需要保護 我們會看到說 為什麼 水康需要保護 你們認為需要保護的原因在哪裏 通常會講說 我們這些需要保護的原因 是因為 剛才人沒有健康的時候 他可能會受到一些 身體上面的傷害 或是他沒有辦法發揮 在社會上面沒有的功能 所以這個社會要幫他 慢慢去規復他的健康 假設社會不恢復這個健康的話 一個人 他就可能因此走向是死亡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看一下 這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大明圖 我們會發現說 這個是 WHO所做出來的一個統計 他會發現說 整個世界 他們在一個疾病的分部上面 有非常多的疾病 它實際上是可以治療的一個疾病 比如說像是一些急性的傳染病 像是HIV 或者是像是麻症 或亂這些疾病 它都是可以治療的疾病 可是在世界上 很多國家裡面 是新疾病 比如說像是一般性的一個 呼吸道的一個急性感染 就佔了17% 但是這些疾病 在很多國家 它都沒有獲得適當的 一個治療的改善 我們再看 進一步再看 整個 這是那個 兒童死亡率的一個 兒童死亡率的一個圖片 我們會發現說 整個 這邊第一個圖片 有出現的 第一個 霸的一個圖案 這邊出現 第一個霸的圖案 會出現的是非洲國家 這個是整個世界的一個平均 我們會發現說 這邊出現了那麼多疾病 所造成的 兒童死亡率的時候 很多疾病 像是 艾滋病的疾病 或者是麻症這些疾病 它都是可以治癒的疾病 所以它在整個世界平均來講的話 它死亡率相對低很多 可是當我們看到非洲這個國家 就這個地區的時候 它死亡率相對來講 是高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健康跟人權為什麼會有關係 因為它直接跟一個人的生命 跟一個人健康 它直接產生非常嚴重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們會去問 健康為什麼跟人權關係的時候 第一個 就是它的實踐 它可以增加 你在醫療上面留著一件事之外 它可以藉由健康照護 當作一個社會工具 使民眾生活當中一些痛苦 疾病殘障或死亡這些東西 它這些不好的經歷 它能夠獲得適當的改善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我們可以看說 健康跟人權有什麼關係 是一個比較功利的原因 因為假設我們給予一般人 一些健康照顧的時候 你可以提升他的一些工作能力 你可以改善他 因為疾病而不能工作的狀況 所以你能夠減少一些負面的影響 而增加一些社會的生產比例 我們看這個是在1994年的時候 阿瑪卡森他所做出來的一個處理調查 我們看到 用GDP比例來講的話 這邊小的是GDP的比例 我們會知道說 中國它GDP比例相當於很長 不是比較低的 巴西相對比較高的 可是民進去威力哪一個比較高 中國比較高 所以它本身它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會造成它不斷地去往上升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他們研究之後就發現說 因為在中國 它把這些所摟出來的一些財富 或者是摟出來的一些收入 它會把它投入在公共醫療上面去 或者一些公共的服務上面去 那巴西的話 它是採取一個比較私人式的 比較資本主義式的一個健康的一個社會 健康照顧的一個提供方式 所以造成的狀況就是在於說 它這個狀況的話 使得公共醫療的提供 使得它的一個能力不斷地往上升 而在巴西產生一個 某種程度的一個 跟這邊有出現一個差距的一個狀況 然後過了幾年之後 就發現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兩個國家在GDP下面發生 就開始出現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不同 所以實際上 從公立主義的觀點的話 假設你把健康跟人權 兩個相對 兩個互相去做一個連結的話 你可以發現說 你可以 一個減少經驗發生 減少提要學的使用 甚至你可以增加它的一個勞動力 但是這兩個 這兩個理由足不足夠去 去架構出來 健康跟人權的一個觀點器 在我來講 我認為來不夠 怎麼講 最重要的是在於說 我們今天到底 我們心不希望這個社會 心不希望健康跟人權 去做一個編輯 我想先 最近臉書上有在 很快去 你們換一下 換到那一個 那個什麼 那個網邊那一個 我不知道最近大家在臉書上很久 是這個報告有沒有看過 有嗎 它這個主要是在講財富的 所以 所以 所以他基本上 一個 一個嬰兒他出生的時候 他出生的時候 他可能都是 他出生在不同的家庭 富裕跟貧友家庭 他在富裕家庭的時候 他可能常常有很多玩具可以玩 父母照顧他也知道 好可愛 然後貧友家庭 自己必須要自己看電視啊 這些東西 所以慢慢的到最後 當他出生在一個貧友家庭 跟貧友家庭的時候 他就慢慢的決定了 最後 他到最後 他整個的一個職業狀態 是什麼樣子 那 我相信這個大家都慢慢有看 都有看到說 所以到最後的話 實際上這是一個牌子的差距 所以到最後他變成一個 很有 很有 很有型的一個企業家庭 他就變成一個 全新的服務手 那這個東西 如果我成功講出來 貧窮跟富裕之間的人 跟家庭 可能造成一個社會不明的現象 那所以我們在講 社會平等的時候 我們常常在講一個東西 很重要的東西在說 當你出生下來的時候 你出生當時 你不能夠決定的東西 你不應該影響到 你後面的一個成就 那句話說 今天他自身在貧窮家庭 或富裕家庭 是不是這個人能夠決定的 不是他能夠決定的 當不是他能夠決定的時候 這個富裕或朋友家庭 你不應該決定 他日後的成就是什麼 不應該決定 他日後的成就是什麼 但這個影響 只有在財富上面會出現 我們會發現不是 當你出生下來的時候 你是一個健康 或不健康的時候 他某種程度 會產生跟財富一樣的影響 我會發現說 假設今天有一個小孩子 一出生就是健康的 那個小孩子 一出生他就是不健康的 假設社會沒有一個 沒有給一個不健康的小孩子 一個適當的一個照顧的時候 他日後達到 他想要達成的一個成功機會 會跟健康的小孩子一樣 會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從社會系列的一個概念去看 我們假設作為一個 理性的一個社會成員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希望社會 當我們在生病的時候 給我們一些適當的照顧 會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國際人權都開始慢慢出現 國際人權第一次開始 把健康跟人權去市場關係的時候 是在1948年 是一個聯合國的一個國際人權群演 你看到他這邊就直接開始講 人人有權去享受他本人跟家族的 健康跟福利所需要的一個生活權盛 包括疾病的產品 都必須要保照 然後接下來到了WHO 他在1946年的時候 他也講到 每個人都必須要能夠去享受一個 可獲得的一個健康標準 而且健康的定義 像很多年長 那天官衛生都知道 他採取了非常非常寬廣的定義 叫做 心理、生理和社會的一個暗示狀態 所以他不光光指示 你身體上沒有疾病 你心理上沒有疾病 你身體上沒有疾病 社會上的一些健康狀況 就是比如說 一些人的人 人際關係這些東西 你都必須要保障到 所以這是剛剛開始的時候 健康跟人權去拉長關係 但是大家看 這兩個東西 它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假設我們這個人權保障到這麼好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問題 社會它的資源是有限的 我今天這個社會要保障的 它不是只有健康而已 你用血的乾淨要不要保障 要 你的衣服的那個保管要不要保障 你居住要不要保障 你國防要不要保障 這些東西都要保障 當你這些東西都需要保障的時候 你是跟大家講說 但是當你只要一生病了 社會只有衣物要保障 你恢復你的健康的時候 社會有沒有那麼多的錢 來幫助你恢復你的健康 沒有 所以當我們講說 你的健康狀態 是社會有必不需要保障 一個人權狀態的時候 而且那個健康是所有的疾病 所有的殘疾 社會都必須要幫你移屬的時候 它實際上這個權利 會變成一個非常非常虛幻的權利 你只講好平等 你是沒有實現的可憐性 所以慢慢開始 到了1906多年的時候 我想這個大家都應該非常熟悉 其實就是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 這是我們目前非常著重的一個人權公約 它基本上規定了所有的經濟社會 跟文化相關的一些權利 它嘗試著把健康跟人權的關係 作為一個線索 怎麼線索 我們看到 它跟剛剛打理會的時候 世界衛生組織 它所做的健康的定義 它就是一個比較 它只有包括 身體跟心理健康的標準 社會健康標準不見 然後它直接去講說 你今天國家應該優先滿足的東西 死亡化解禮 死亡 死亡率 感染環境衛生 預防治療症癌疾病 這些東西 所以它總有程度 開始把健康的範圍慢慢做一個線索 然後這個人權公約的一個概念 架構出過來之後 不斷的在不同的人權公約 再出現這個概念 比如說 在1965年的一個消除一切形式 死亡行事公約的第五條當中就有講到 所有的種族 它都必須在健康上面 比如說醫藥照顧 社會保障跟衛生上面 都要想要一定平等的一個權利 在消除一切形式婦女 行事公約第十二條當中也講的 關於婦女的一些生命的一個保障 有關懷孕的一個產 或者一個適當服務 都必須要加以保障 然後到了兒童權利公約裡面 台湾他們想的更細了 在第二十四條裡面 他講的這麼多A、B、C、E、E 這些東西全部通通都跟兒童的健康有關 我不細講裡面的內容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找出條文去看 然後 這是最新通過的一個公約 叫做是疾病人權 疾病人權利公約 那這個公約在200 前幾年剛通過的時候 他把所有的殘疾人 他所應該都去的 我知道這殘疾人的名字 這件事情應該很不好聽 我一直很不喜歡用 殘疾人權利公約 這些東西 可是聯合國是中國的翻譯 中國翻譯就直接翻譯 殘疾人權利公約 所以我們先暫時以聯合國 他的翻譯為準 但你看他的內容 比剛剛的兒童權利公約當中 他弄出來了更多的一個東西 他甚至在他的內容當中 包括了什麼 不平等、不歧視 平等與不歧視 無障礙、生命權、為難 為難狀況跟人造主義 利潛平等、自由這些東西 全部都包化在所謂的殘疾人權利公約裡面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他一方面他限縮了 他把健康從所謂的 身體、心理、社會的健康狀況 限縮為身體跟心理的健康狀況 然後另外一方面 不同的群體公約 開始嘗試去具體化 健康跟人權之間的一個外列期 好 這樣看起來好像健康跟人權的東西 好像發展得很好 好像我們有一個非常美好的未來 靠這個東西我們就直接去做 可是我們去看看說 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辦法去解決 目前社會上在面對健康、資源不夠的時候 我們要保障所有的健康的時候 它屬於你的問題 我們現在 第一個東西就在於 國際人權它對於所謂健康的定義 它還是非常不同的問題 我們剛剛看到 他講說所謂的健康是什麼 健康是生理分心的健康 可是我們 健康它不是一個單一根的概念 它不是說今天我就是一個 健康在這邊上 一個超人一樣的健康 不然就是死 它不是一個 非有吉補的一個概念 健康的概念是什麼 健康是一個連續性的一個概念 它可能從最輕微的感冒 到你比如說有心理上面的疾病 到你就是有智慧上面的殘障 甚至到目前我們像是SARS或MERS 非常嚴重的一個傳奇疾病 它都在這個地方去游入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假設 我們說要保障一個人的健康的時候 我們要保障的是哪一個程度的健康 假設我們把所有的健康 都全部保在健康跟人群的範圍裡面的話 它會不會回到你跟他們打卡車的狀態 你還是沒有足夠資源去保護所有的東西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怎麼去決定什麼樣的健康需要保護 健康權也開始提出一個很根本的概念 那概念是什麼 在這一個文件是聯合國非常重要的 關於健康權非常重要的文件 第14號的群立文 第14號的一個叫做一般意見區 第14號一般意見區 它是專門針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 第12條的健康權權做出來的解釋 它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所做出來的解釋 它就直接很講得很清楚 健康權不應該被理解為一個身體健康的權利 也就是A right to be healthy的權利 它跟它說 我今天社會有一個義務去保障健康的事嗎 它在這個聯繫狀態之下的話 它沒有要保障你這一個狀況 它沒有要保障你這一個狀況 社會沒有義務去保障你每個人都像超人一樣健康 所以你基本上 你沒有一個所謂超人健康的一個概念 它今天講究的是 我今天提供你一個健康照顧 幫助你恢復最基本的健康的概念 這樣就可以了 它不是幫助你去搭乘一個 最完整最完善的一個健康狀態 然後 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 這邊是我另外一個例子 在健康人權的概念裡面 它的健康跟我們一般所理解的健康 它就產生了差異 我們假設先把上面正一個線 講做一般的健康狀態 下面這一條線 我們講做一個人 假設他要作為一個社會上面 一個理性 而且社會上一個可以 當作有一個尊嚴活著的一個人的狀態的話 出解完這個當作絕地限定的一個健康狀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件 我們先問一下 今天假設有一個人得了感冒的時候 他還是不是一個社會上有機能 有理性 而且能夠發揮功能的一個人 是嗎 小感冒 是 但是小感冒你認為是健康還是不健康 不健康 不健康 可是他不健康的反而發生 小感冒 他認為他不健康的時候 是不是在正一個我們認為 我剛剛講的最高程度的健康之下 你認為他是一個小感冒 在正面 他是一個非常 一個小小的小感冒的時候 他可能落在一個 我們認為說 你最玩意像超人一樣的健康狀態的時候 他沒有拿起這個力量 但是他有沒有真的影響到 你作為社會上有尊嚴的人的一個狀態 沒有 所以 人群要保障的是什麼東西 他有沒有需要保障到小感冒這種東西 就沒有 他主要保障的是 當你落在這個尊嚴之下的 這一個不健康的狀態 比如說跟死亡有關 或者是跟你身體上面一個能力有關的時候 的一個健康狀態的時候 我社會才需要做出一個保障 所以當在這個力量的時候 社會是沒有低伏去保障他的 為什麼會畫出這條線 就在於社會的資源不夠 那回到我們剛剛講 社會資源不夠 為什麼要保障健康 是因為我必須要保障你 不會因為健康 而影響到你日後成功的那個機會 那所以假設你的健康狀態 不會影響到那日後成功的機會的時候 還有沒有任何的理由要求社會去保障你 就沒有理由要求社會去保障你 社會願意保障你可以 但是多出來的恩惠或多出來的利益 但是在這個之下的話 就是你可以跟社會要求 能夠主張的一個權益 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看 這是Pinnoccio 他假設他到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診斟不正式沒有手術 他說我的鼻子太長了我要切掉 那鼻子太長他算不算是一個不健康的 不算嗎 可是假設有的社會認為鼻子很長的話 你看起來就是不漂亮 還是不算 那這個時候他這個東西會落在哪裡 是在這個上面還是在這個上面 還是在這個下面 原來聽說當這樣做區隔的時候 他可以把一些社會上 他衍生性的昂貴的健康照顧需要 這些昂貴的偏好我把它去排除掉 所以我只要讓社會的資源 用在眷有效眷有病的地方就好了 OK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就開始出現 健康跟人權的一個年期 就開始出現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不再跟原來的 最廣義的那個 生理人權還是狀態去做一個連結 社會所要跑上的 可是一個最基本的健康狀態 好 那現在再問 誰去決定是什麼 叫做最基本的健康狀態 誰去決定 誰去決定 剛剛我剛剛問說 那個什麼 那個 鼻子長很長需要美容手術 是不是不健康 大家都要懂嗎 那我們現在假設 我們想像有一個社會 我們那時候舉的一個例子 比如說南美洲有一個社會 一個人長得醜的時候 他就找不到工作 他長得漂亮的時候 他就找不到工作 所以今天假設 一個人長得醜的時候 他出去找工作的時候 他就會處處碰壁 所以他說我需要一個美容手術 讓我變得漂亮一點點 那這個東西 跟他 就等於說這個東西 他一生下來變成 他一生下來很醜 他一生下來很醜 是他能決定的嗎 不是嗎 但是他能不能跟我找到工作 跟他醜不醜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嗎 但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醜不醜 社會有沒有義務要改善他 所以有的 所以 狀況之後出現在這邊 一個社會認為的健不健康 它不是一個客觀決定的一個標準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一個美容的例子 大家本來的航衝 一般的觀念 以台灣社會的價值觀來講 它就沒有關係 它就不是一個健康 不健康的狀態 可是當你換到另外一個概念去想說 它就好像是 所以在這邊我們會發現說 一般的國際人群上面的討論 它並沒有把所謂的健康的概念 跟所謂的每個個人或社會文化 或者個人價值 它去做一個牽扯 而實際上 健康跟個人之間的價值 是有一個很重大的關係的 像這邊來講 這個漫畫就講說 醫生一直叫我減肥 我覺得我很重 但是當周圍的人都很重的時候 我覺得我不重 所以整個的健康概念 它會跟著社會的文化 和社會的價值去做一個兩點 或者是這邊講 出生什麼時候是出生 什麼時候是生命的開始 那個什麼 聽主教講說 只要一受盡了生命就開始了 那個法律講說 你只有出生的時候 火產的時候 生命才開始 大學生說 只有我考到駕照的時候 生命才開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東西它不光光 只是跟所謂的生命開始有關而已 以美國的例子來講 我今天我的健保給付 要不要幾乎落胎這個東西 它都可能會跟你這個生命開始 可能產生一個關聯器 所以健康本身 它不應該是一個客觀的 我不能講什麼 它不應該是一個客觀的 應該講 它不僅僅只是跟一個客觀的 科學上面正面有關 它也跟這個社會的文化 跟這個社會的價值 是有一個關聯器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怎麼去 我們剛才已經講到 健康跟人權是有關係的 但是人權要保障的健康 只有絕低限度的健康 那絕低限度的健康 怎麼決定 它跟社會的價值有關 所以當一個社會要決定 我們今天這個社會 有義務保障的絕低價值 絕低限度的健康在哪裡的時候 它就應該是由所有的社會成員 共同去決定 採取一個民主參與的方式去做的決定 而不是由一個專業去做決定 怎麼講 今天假設 就我們這邊這一群人 我們來看好了 我們一群人 我們要決定 什麼樣的健康 是我們這個社會 願意花資源去救助的 我們其實那時候 跟那個小孩在討論的時候 我跟他說他什麼 他論什麼 他說香港講他就覺得很不健康 或者是改化他就覺得很不健康 他就會認為說資源都要用在這些上面 但是一樣是就我來講的話 我覺得我很健康 我說不定很少用到這些東西 我說不定認為 我就希望把資源用在一些 比較後患的一些醫療上面 或者是有些人認為說 我認為我活到那麼後面之後 我不想花那麼多資源 我想把資源用在其他地方 比如說我用在 比如說 用在那個什麼 那個 娛樂上面拿其他東西 我就不希望把資源用在後期的醫療 或早 早點生病的時候 就早點解脫比較好 他也可能對於健康 或者對於醫療有不同的一個價值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價值的狀況之下 怎麼去決定這個社會 他所希望花的資源 在哪一種健康上面 哪一個限度的健康上面 就必須要大家去討論 來幫我們做 但是 在這個討論過程當中 很簡單 這些要素都必須要有 有社會參與 公民充權 這些東西 公民性 合規性 合規性 這些東西 那我們社會 針對這些都要怎麼討論 都沒有 我們講 比如說講一個例子 無效醫療 大家現在一直在用力推 無效醫療 可是無效醫療 到底在社會上面 跟我們討論出來說 你在哪一個階段 你是應該要放棄的 哪一個階段之前 你社會不會放棄 沒有 社會上沒有公開的論壇 讓大家去討論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舉這個例子是 舉這個例子 那時候我在幫健保署做計畫的時候 我舉這個東西 以健保署的例子來講 我想問大家 大家知道健保署今天在決定 哪些疾病要起訴 哪些疾病不行 哪些藥要起訴 哪些藥不起訴的時候 他有把所謂的那個 討論的事情 因為現在一定會在討論 所有的會議紀錄上網公開 影響上網公開 知道這些事人請去收 都沒有 都沒有 OK 那現在在講 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可以去參與健保署的決定 也沒有 對 所以基本上這些東西 我發現說 在整個公民充全的狀況 在整個健保署做的決定當中 他嘗試的去做一些東西 但是還沒有做到太好 舉一個例子來講 以健保署所做的一個決定 他今天他有所謂的民主社會 他要求一些公民團體 病人團體 或者醫事團體 去參加健保署 去做決定說 我今天哪個疾病要付 哪個疾病不要付 可是他只限團體參加 我今天我個人想要去發表意見的時候 我有沒有那個管道具發表意見 我沒有管道具發表意見 所以他基本上 在這邊所形成的一個價值 只限於同期特定管理的價值 那問題是健保署他 他剛剛決定哪些疾病要支付 哪些疾病不支付 哪些藥物要支付 哪些藥物要支付 他某種程度就已經在決定 這個社會他有義務要負擔的 那一個健康的一個下限在哪裡 或者是我們今天講好了 大家願不願意 毛大不毛小 我只保大便不保小便 我感到不要給付 我把所有人都在大便小便 也沒有類似的一個討論 所以我們會看到 相關的一個參考原則 你什麼樣的一個原則 是社會上 我們希望能夠保障的 絕對健康的狀態 他們的原則也能夠保護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整個社會對於健康 跟人權之間的觀念 就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 好像大家可能說 健康就是政府有的義務的保障 可是我們社會從來沒有討論 或說我們保障的界限在哪裡 所以這個是整個大愛這個狀況 在我們確定這一個 有基本界限的時候 我們開始進入另外一個更有趣的一個問題 叫做國家的意義 假設確定 政府有醫務 社會有醫務要去保障 對於健康的健康 它有一個界限在哪裡 我們看的是第一個例子 當然有些就是南非法 憲法法 南非憲法法 因為它走得非常前頭 因為它的憲法裡面 也有規定所謂健康有權 所以它走得非常前頭 所以我們常用南非的例子來講 南非公立醫院 它用 因為公立醫院它基本上是提供 因為公立醫院的 所以很多病人會到公立醫院去 它公立醫院有資源有限的理由說 我今天洗腎服務 我只提供給特定的人 只有你有患腎可能性的人 或者是你急性腎症 你有恢復可能性的病人 我給你洗腎服務 當你是耐性腎症在這 而且你不能夠治療好的病人的時候 抱歉 我不提供你洗腎服務 這樣有沒有親愛到健康的人權 有 有 有嗎 還可以先把華人說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回到一個東西 資源是有限的狀況 所以既然在有限的狀況之下 國家針對這個東西 假設它提出一個理由說 我的資源是有限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只能在這個有限的資源裡面 我慢慢的 漸進的去滿足這個權力的時候 它就沒有侵害到這個健康人權 所以這是健康人權 非常非常區域的地方 這是我好像跟你講的一個權利 但是我在主張的時候 政府它不斷的可以用資源有限的理由說 我不保障你的健康人權 是有理由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人 就是在這個地方 第二個案子 它同樣 南非在艾滋病的疫情非常嚴重 所以某一個藥廠 非常低的價格 去提供一個抗病毒的藥物 那這個抗病毒的藥物呢 南非政府決定說 他說我的資源有限 所以我只能在都會區的公園醫院 去提供艾滋病的藥物治療 然後鄉下地方的話我會提供 那這個有沒有侵害健康人權 可是我資源有限 剛剛你講資源有限 可以當作一個理由 那這個也會講資源有限 他有沒有資源有限 他的藥物是誰給他的 是藥廠用很低很低價格的都給他的 他所需要的資源是什麼 他是把藥運到鄉下地方而已 所以他的資源耗用有沒有很多 沒有很多 所以這個案子跟這個案子 才有出現一個差異是什麼 他你政府你的確可以用資源有限的理由去講說 我對於健康人權的保障 我有一定無程度的陷入 但是你要負擔一個說明的理由 你要負擔一個說明的義務說 我為什麼資源有限 而不是哪一個非常空泛的資源有限的理由 在那裡講說 所以我不能保障健康人權 可是我們回頭看看說 台灣的政府 當他不保障某些東西的時候 他有沒有給我一個非常強烈的理由說 為什麼資源有限 還是他非常空泛的能講說資源有限 當他非常空泛講資源有限 而沒提過一個適當的德 一個強烈的理由說 我們就可以認為他對於健康人權 他是有限制的期待 所以國家的第一步 國家在保障健康人權 他的確有他的意義界限 但是他的那個界限 不是無限上達的一個界限 那回到台灣 台灣有沒有健康人權 可是台灣的法律上 有沒有會一定要保障健康人權 基本上在台灣的憲法裡面 是沒有規定健康人權的 很多人講說憲法第22條 很多人講說憲法第155條 講說謀求社會福利啊 必須要提供市場的救助 或是一把政治管理失調 說應該推行全健康 或者是157條講說 公民制度這些算是健康人權的 他不能算健康人權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規定在自己的國策 基本國策講說 就是國家有錢給你 沒錢就算了 所以你沒有所 你沒有權力主導 健康人權有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跟一般的福利不一樣 就是我沒有健康獲得 沒有獲得保障的時候 我可以去告政府 要求你給我 但是他規定在基本國策裡面 他是不能去告政府 但學者會開始慢慢講說 實際上你從第22條的概括條款 當然人民的其他自由跟權力 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或守這些權力跟權力 他都受到憲法的保障 所以他某種程度去擴張 所以大法官也開始在解釋文當中 慢慢出現所謂健康人權的文字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通過了所謂的 兩公約事情法的時候 他在第四條和第八條 就直接規定 政府機關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等政府機關 他應該負擔從健康人權 從那個人權保障的觀點 然後來解釋 比如說那個 兩公約事情法第四條 他講說 他執行質詢的時候 應該依據這些東西 兩公約的規定 避免侵害人權 第八條 他甚至講說 你規定的行政措施 都必須要照兩公約的規定去做 所以假設你只要照兩公約 我們剛才講過了 健康人權直接規定在 經濟社會化全民公約第四條裡面 他甚至有所謂的 一個第二項去解釋健康人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依據兩公約 本來健康人權保障 就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沒有任何理由去推破 所以假設健康人權在台灣 是一個實踐空間的時候 竟然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 剛剛有人在 大家在講說 對這個講座什麼想法 或是說你為什麼要來聽的時候 有人就私底下在跟我講說 聽大家一講 你們的健康人權局限在哪邊 都局限在醫療 大家講的就是 我今天要看病 應該要什麼樣子 可是健康人權真的局限在醫療 傳統上面來講 他會把所謂的健康 放在所謂的醫療模式 就是生物醫學功能的回復 就好 可是問題是 他在這個生物醫學功能 模式回復之後 他忽略了所謂的社會決定的一個因素 因為第一個 當一個人他在生病的時候 他所影響的 他不光只是說 你今天只有這個 生理醫學功能的一個影響力 他可能社會健康的一個背後 他可能以談的一個 健康行為的自由 和社會決定因素 包括經濟政治 社會普遍的 二職的一個社會偏見 他可能跟這個人的健康 是有一個非常緊密的一個關聯器 所以當我們只放在 所謂生物醫學功能 只想要從醫療上去改變 一個人健康的一個關聯器的時候 他會忽略了你在社會因素這裡的壞 所以他可能對健康造成這個影響 那另外一個更嚴重的事在於 不健康跟社會資源之間 他事實上是有一個 是有一個社會資源的剝奪 就是不健康跟社會資源的剝奪之間 它是一個非常高度的一個關聯器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你只注重醫療 但是你沒有注重 你之前怎麼讓他 恢復他的一個 落入那個健康的狀態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忽略了 所以健康非常重要的益處 我們舉一個例子講好了 比如說剛剛講的那個CN好了 CN的話 我們可以講說 CN的人是他自己的選擇 所以健康不要給付你 可以嗎 CN是你自己的選擇 所以健康不需要給付你 實際上你自己的選擇 對 可不可以 不行 為什麼 他有一個人是在身體的狀態 對 一個人是會進地本 搞到吃得好 可能冠狀都完結 對 對 像喝醇重點之間都是 對 而且跟進步的 包括比如說CN來講 他假設他出生的環境裡面 他就沒有接觸到任何CN有害健康的訊息 他家裡的長輩 所有人都在CN 你說他CN是他自己的選擇 還是設備因素的選擇 所以當我們把健康指著 站在疫苗上面的時候 這後面的因素被忽略掉的時候 你的健康的保障 就不是一個環境的保障 所以在 對不起 在W&A時候 世界各種組織他下面這一個 社會決定義處委員會的時候 他在2008年就提出了這一論 他說 用你帶人的時間去民主差距 對健康之社會決定義處 才能行動去實現健康的評論 他一方面 嘗試把健康跟人權去掛勾 另外一個 他提出一個非常複雜的 去講說有哪些東西會跟健康有關 包括你的教育這些東西 而你在健康人權的一個架構上面 你不能夠去護衛這些東西 所以這是未來的下一步 第一步我們在講的是 健康跟人權之間的關聯性 而且那個常常是在醫療上面 在講恢復人的生理跟心的健康 而在未來的實驗 我們看到的是 在健康人權的下一步 他慢慢的去把所謂的 社會決定義處在哪裡去 然後去擴張所謂的 健康跟人權之間的關聯性的 這個範圍的環境 那他製作裡面的健康跟人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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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方剛剛非常非常仔細地把 市長把這30年要講的問題 哈哈哈哈 就有概括性的一個說明 不過 市長剛剛提到的一個 社會權利的因素 我給舉個例子 前陣子我出席一下演講 然後有一個團體他講說 他們才推廣一個事情 叫做防治口腔 OK 你們想到防治口腔 你們會想到什麼 冰冷 冰冷 OK 好 冰冷 對不對 所以誰會叫冰冷 他們就 這個組織他們對去做了一些分析 對不對 後來發現說 大卡車司機 滿多人會叫冰冷 後來這個組織他就到 然後就要休息再去發 反正說 欸冰冷 大哥 你不要再訪明人喔 因為你這個就要跟他 蛤 冰冷 他跟他講什麼 他說 你去哪個頭可以說嗎 如果我剛剛出的管理 我不知道 一天 不用開那麼多車 那麼長的時間的話 那我就不需要 用這個提升的 或者說其他的一個方法 所以其實 社會決定因素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你工作 工作的這個因素 那你剛剛 那個全鋒剛才有提到的 像 哪邊抽也好 或歐盟也好 事實上他們已經成立了 所謂的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這樣的一個委會 就專門的來把這些因素 都能夠在 涵蓋在我們在促進健康 或者是 提升健康人權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一個工作裡面 不過無論如何 待會我們可以有更多的事情來討論 那接下來 我們就請 怡畢你準備好了嗎 OK 好 我就請怡畢繼續來分享 大家好 我是台灣國際藝學聯盟 還有人權公約實行聯盟的工作人員 黃怡畢 那跟全鋒老師那種 博學多文 這樣一看就是我就是才說學前 可是因為今天呢 既然還是有聯要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些經驗 所以我還是就是就是官公們先耍大刀嗎 就是還是還是很努力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在這個領域裡面的工作 那容我先用一兩分鐘的時間呢 做一個工商服務 就是想要介紹一下人權公約實行監督聯盟是一個怎麼樣子的組織 還有我們在做怎麼樣子的事情 那事實上剛剛 學功在他的演講當中有提到 就是台灣已經有通過了 所謂的兩公約施刑法 那個就是在2009年 可是事實上 在聯合國有所謂的九大核心人權公約 那當然歷史最早的就是所謂的兩公約 包括公正公約以及金社會人權的公約 然後接下來 在一直到2006年通過CRP 總共有所謂九大人權公約 那大家來想一想 那這些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成員 可是在九大公約裡面 有多少的公約 事實上對台灣來講 是有一個內國法的效率 有人知道嗎 要不要猜一下 其實全世界批准九大人權公約 公批准的國家並不多 平均大概就五到六個國際公約 可是沒想到台灣不是一個聯合國的會員國 可是有六個核心人權公約 對台灣來講是有內國法的效率 就是剛剛說的兩公約之外 另外我們也透過用 我們都是用 應該是說台灣有透過兩種制度 讓這些聯合國的核心公約 對台灣產生效力 第一個當然是可能是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太喜歡這個名字 就是台灣在還沒有退出聯合國之前 透過一個正常的國際法的程序 所批准的人權公約 那目前還有一個 就是消除一切形式 就是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我們叫做ICERT 剛剛老師有提到這個 這個是對台灣來講 是真的完全完成的那個 國際批准程序的 然後另外還有五個呢 就是透過類似像兩公約 這樣子非常創新的一種 有立法院直接透過施刑法的方式 讓另外五個人權公約 對台灣產生效力 那除了剛剛兩公約之外呢 還有一個消除對婦女一切刑事歧視公約 我們叫做CDOF 然後以及CRPD 就是剛剛老師說有殘疾人公約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在台灣 我們現在就把它翻譯成身心障礙者 權力公約 那還有一個也是非常重要 然後在全世界應該是批准的國家最多的 就是兒童權力公約 那這個部分呢 就叫CRC CRC跟CRPD 在過去的兩年 過去一年當中呢 就是透過施刑法的方式批准 那人權公約事情監督聯盟呢 就是在監督國家 怎麼在落實這些 你不是批准的就算了對不對 當然很多國家 特別是流氓國家 可能連批准都不批准 可是你批准了 總是要進一點地約國的義務辦 你幹嘛批准呢 所以那個人權公約事情監督聯盟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用盡我們所有想像的道德 軟的硬的 然後文的武德的方法 希望能夠監督台灣政府 確認它不是只是一個表面或者是職上的工夫 而是真的能夠 而是能夠真的去落實他們在這六個公約的國際義務 那跟老師其實沒有約好 可是他的結束剛好就是我的開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可能還是有點忘記 好 就是剛剛絕鋒老師有提到 其實健康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現象 當然很多時候其實可能是決定於你的先天 你的遺傳 你的遺傳因子這些 可是更重要的是健康是一個 你自己原生的這個引刀呢 跟你的環境互動的這樣子一個結果 那這張圖其實剛剛全貌老師也有用 那這一張好像稍微沒一定不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決定一個人的健康的因子 從最裡面這一圈 我們是他個人的出生下來 可能就與生俱有的一些DNA啊 或是什麼來決定 可是再來呢 可能就是他的多多少少的 有一點個人選擇成分的 就是在於所謂的生命型態 或者生活型態的這一些因子 然後再來再往外圈一點的 可能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鑲嵌在我們的社會跟人脈當中 那這樣子的一個 其實這樣子的社區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然後再外圈一點 就是一些比較大的因素 比方像剛剛有人有提到的 像這個生活以及工作的條件 是不是失業 然後是不是有健康的飲水 食物安全衛生等等 然後再來是一個比較大的 就是一個整個國家 甚至是地球的一個整體的樣態 好 所以這個我們是我們所謂所說的社會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子 那到底一個健康的決定 到底這些種種的因子 到底可以解釋的那個成分有多大 那這個圖呢 是來自於美國的密西根大學 他們所做的一個實證的研究 他們在認為這樣所有的 健康社會決定因子裡面 大家會非常訝異的發現 就是可能今天大家來都是為了醫療資源的問題來的 因為滿多是醫護人員喔 可是你會發現如果這個圖 事實上它的估計 大家這些數字的分配不見得 就是百分之百的 就是每一個因子分配的份額 不見得是跟這個研究一樣 可是都相當的接近 哪裡接近呢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最在目的這個醫療資源的金融 它在解釋一個人的健康狀態的時候 它身上怎麼解釋了 百分之二十 然後其他的百分之三十 是由你的健康行為所決定的 那其他的經濟社會的因子 可能占百分之十 然後其他物理性的那些環境 又只占百分之十 可是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的是 剛剛全鳳老師也有問大家的 你的健康行為真的是完完全全是 由你個人來決定的嗎 那剛剛老師講的非常多規範性的 我不好意思 我這邊我會幾乎講的 都是在地面上 在現實當中發生 以及實證研究來證實的 事實上健康行為很大一部分 其實是被我們所處的那個社群 跟我們所在的那個社區所決定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的是說 可以知道的是說 社會經濟的因素 事實上佔的份額 絕對不是只有百分之四十 然後再回到剛剛CN的問題 在英國有非常長期的 在做就是家庭的階層 還有你的收入 跟一個人的健康表現的 這些長期的研究 所以我們都有一個印象當中 就會覺得說收入比較低的 大家都疲病交加嘛 所以我好像也是非常直覺的 就會覺得說收入比較低的 比較窮的 通常健康狀況會比較好 那這是對的 這是個直覺是對的 可是他們發現 他們發現你只要控制了CN這個因子 它會吃掉一大部分 用來用經濟不平等所解釋的一個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我們本來覺得是說 你的健康很大一部分 是被你的收入 或者是家庭的階層所決定 可是沒有想到 它透過的那個中間因子 或者是那個passway 可能反而是你的健康行為 包括吸煙、飲酒、用藥這一類的 所以這邊只是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 其實健康被我們個人 所能夠掌握的那個份額 是多麼多麼的小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 開始學後會以來 我覺得最最驚訝的那個部分 因為一大部分我想今天台灣 包括在探索所有的 醫療跟健康的問題 大部分會去著力的 可能也都是在醫療系統的那個部分 可是我想這個也有它的道理 因為你可以想像的是說 因為要去解決其他的這些問題 其實造成健康不平等的那些問題 你正式造成了種種社會不公的那些問題 那你要去解決那些問題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太無力了 那我為什麼抓一個 欸 只要那個healthcare 然後我做個3AQ 確保那個有必要藥品啊 然後你的醫療負擔是我們負擔得起的 醫有品質的 而且呢 盡可能的每個地區都有一個 醫療院所或是醫學中心 好像就可以做到 可是即便連這樣子百分之二十的東西 剛剛全方老師已經講了非常多 都已經是一個非常難解決的問題 更何況是一個這麼大 這麼大的一個經濟社會問題 然後接下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字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非常多的 不平等的 或者健康不平等 可是不平等這個字呢 事實上在英文裡面有兩個字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分 一個叫做 inequality 這可能是我們最常見的 可是第二個字 特別是在那個健康與人權裡面 最常用到事實上是 inequity 那 inequality 跟 inequity 有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你 inequality 本身是一個比較 一個中性的字 它可能就是一種不一樣 有一種差別 可是它可能比較缺乏一種道德性的 一種意涵 可是 inequity 它常常跟這些字連結在一起 它是一個 unjust unfair unnecessary 而且是 avoidable 所以 inequity不好翻 可是我不知道說應該怎麼說 所以我就把它翻成不公平 或是不正義的一種不平等 那 inequity 非常清楚 除了剛剛香港有連跟純鋒隊有提到的 就是 WHO 2008 年 組成的那個社會決定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子委員會裡面 曾經有提出來那個 2008 年非常爆發的報告 後來他們有一個 revision 那事實上去年 WHO 在歐洲的辦公室 它有重新的去根據歐洲的一些實證的資料 然後再去那個 revision 那個健康不平等的現象 然後他們非常大膽的就是直接就說 健康不平等 事實上就是由權力、金錢及資源 所不正義的分配所造成 然後他們認為說社會不正義本身 就是最嚴重的健康殺手 而且會造成許多不必要的 suffering 受苦 那接下來這一張 這是我剛剛說的 其實健康不平等本身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概念 它真的就是跟所有社會不平 跟所有造成社會或是經濟或怎麼樣的不平等 都是一樣的 那可以來看一下這個是 就是在世界上那個社會流行病學非常有名的一些研究所做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旁邊 這邊是讓有一條正相關的線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組一個 這邊有一條正相關的線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縱軸是什麼 縱軸是在講健康以及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 越上面的是越嚴重 越下面的是比較OK 那下面呢 下面是在用收入不平等的一些指標來做 它可能是幾乎系數 大家知道幾乎系數 或者是說其他的可以去凸顯收入不平等的一些指標不見的一定是幾乎 可能有可能是別的 那這邊就是往越右邊呢 是怎麼樣 不均等的狀況是比較低的 可是你就可以發現說 在分配越不均的國家 它的社會或是健康的問題 都是越不平等 大家可以 這邊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當我們在做健康不平等的 研究的時候常常會用一些 一些X或是Y這些變相 那其中有幾個 這些都是Y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邊 不好意思 這座量性研究者的那個 還是要上升一下 這個旁邊第一個就是像什麼 平均壽命 那第二個是大家也很愛用那個數學 跟是不是字的那個成績 那第三個是像那個嬰兒的死亡率 然後兇殺率 那兇殺率當然是凸顯社會 社會有沒有什麼不安啊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然後再來是被拘禁在 監索裡面的人數 這個牛頭的位置可以回去 對 然後再來是青少年的生育率這一些 那大家可以發現 不管這些帶上什麼 包括在這邊最下面的是 那個社會階層的流動 它都出現了一個 跟收入所的 還有跟社會問題嚴重性的一個 正相關的關係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說 為什麼造成健康不平等的那些原因 其實正是造成其他社會問題 或是經濟問題的那些兇手 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這一張是要去 因為我只是覺得這句話太好笑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個呢就是剛剛在提到 這一張也是非常類似的 它只是現在倒過來 因為它的那個很坐標跟重坐標 是不一樣的 它現在重坐標呢 是在講社會階層的流動性 意思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可以去顛覆那種龍生龍 鳳生鳳 而是變成說 派得再出口順呢 這也不叫做社會階層階層階 對不對 所以那個 這個 這個就是社會流動性的可能性 然後下面是 income inequality 大家要看看美國在哪裡 現在是一條副相關的 意思是說 當你所得越不均勻的時候 你的社會流動 社會流動性就越差 不好意思 所以你看美國在哪裡 美國在這裡 然後丹麥在這裡 北歐國家 大概都掉在這裡 所以那個 因為社會流行病學做得非常好 而被封絕 而被英國皇室封絕的那個 Walkinson 這位社會流行病學家 他就在他的書像裡面寫說 美國人如果要實現他的美國夢的話 請到南邁 大家可以理解嗎 好像沒有很好笑 可是我聽到都真的哈哈大笑 可是我們也可以問自己說 我們為什麼要平等 不平等不好嗎 我們台灣真的是一個 想要追求平等的國家嗎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下方這個圖 這邊有一個吧 把全國的收入分成五等份 然後這個是一個加州的圖 他去比較1980跟2009年五等份 這個家庭財富的那個比例 就我們拿這張圖 來問參加我們活動的一群同學 問他們說他們想要活在哪一個社會 大家竟然選不出來 大家看到右邊這個是 是一個最負有的國家 大概占40% 可是到了右邊的那個圖 貧富差距已經到了 最有錢的那一個20%的人 掌握了61%的財富 然後我想我們也常常聽到那個 大家很愛說的 你就是要不平等 大家才會有什麼 向上奮鬥的那個動力 是不是 所以有的時候我真的是會很 很懷疑說 那我們真的是 有一個想要追求平等嗎 然後平等真的是好的嗎 平等有什麼不好 像剛剛全鋒老師在提問題的時候 他是都有答案 他只是要大家去試 可是有的時候呢 我現在其實的問題不見得 我自己有答案 可是大家可以來想一想說 我們為什麼要平等 平等本身有內生性的價值嗎 還是說他只是也是一個操作性的 可能如果非常不平等 因為我們都在網路上面看到一個很有名的片段 你分類 就是有一個動物實驗者 然後有兩隻肺肺關在那裡 然後你給其中一隻肺肺香蕉 可是被隔壁那隻沒有拿到香蕉的肺肺看到 結果他就是裡面 怎麼樣 在那邊非常生氣跟憤怒 所以這是人的本性 這是動物性嗎 就是說連肺肺都想你都要要求公平 那人怎麼可能不要求公平 可是在台灣好像 你又覺得說要求平等的那個慾望 好像是沒有那麼的強烈 這是為什麼 因為我會這麼說的原因是 從許多的社會運動 像我記得去年的禍運 像我們誤以為 像在318的之後 在330的時候有50萬人 號稱有50萬人都站出來 然後那時候 主流媒體的很多的解讀是說 這些站出來的民眾可能是對於社會的不均 或者是權利的那種權貴政治或是幹嘛 然後所以才會站出來 所以他覺得人民已經意識到了 現在已經到了一個不平等的時代 我們都要有行動 可是沒有想到幾個禮拜之後 我們辦潮運 80個月 對 可是潮運是一個非常清楚 就是一個經濟與社會的不平等 這樣子為出發點的一個社會運動 結果呢 那天我們本來說要包圍什麼 地堡 然後就要幹嘛 結果呢 那天真的在那邊守驗的 我想大概只有100個人 不是嗎 我有在那邊守候 那所有的人都只好下去守 所以你會覺得 然後再來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那個所得分配一直拚命往上升 像在2005年的時候 如果把人民的所得分 如果根據我們的稅收資料 把人民的所得分成20 把加入所得分成20等分的話 那是每一等分是5%對不對 所以最低5%跟最高的5%的所得差距 所以在2005年的時候大概是55倍 可是到了去年 最新公佈的資料大概 你們大家知道多少嗎 99點多 45度就100倍了 所以在9年之內 有這麼大的差距 那這就是為什麼去年財政部有一度 說他不要再公佈20等分的資料 他只想要公佈這種5等分 可是這個會講 其實我們真的表現很好嗎 大家可以從這個最低的 加富可支配所得 最低的一群人 45等分最低百分之外 大概是31萬左右 最高的是188萬 這個大概是差了六倍 然後這樣好像主席總部 就會站在自行 就覺得我們其實是一個 真的是好像是一個還蠻均富的國家 可是沒有想到 你把那個你拿到全世界的硬幣之後 你就會發現日本在這裡 日本的貧富就是最高20% 跟最低20%的倍數大概差了三倍到四倍 然後這邊有一個 也是我們去上個禮拜天講 一個禮拜前在救援的那個新加坡 新加坡的貧富差距高達到9% 那在這邊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資訊 剛剛我們已經有看到還有印象當中說 很多的健康問題跟收入財富的不均等是有關係 當你月不均的時候 你的很多健康指標都會很長 比方說什麼 因幼兒死亡率 可是沒有想到 新加坡的 不平等的那個 收入不平等的指數 可能是全世界數以數為9點多 可是它的因幼兒死亡率 竟然是亞洲最低 大家覺得是什麼原因 大家有猜嗎 就剛剛那個社會流行病學家 他可能真的就是太看不起新加坡了吧 可能覺得他是一個集權國家 然後他就很酸溜溜的說了一個 說因為新加坡其實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外來人口 而且他們的移工法會非常的嚴格 有跟台灣一樣嚴格 那所有的移工都不准生小孩 所以自然因幼兒 所以有那麼多的移工 所以收入的怎麼樣 in equality 一定很大嘛 對不對 因為新加坡是沒有最低公司保障的 所以他們的一個家 家庭看護工 他的那個收入可能只有幾千塊 好啊 那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income equity 結果又不准生小孩 那自然因幼兒死亡率就比較低 可是我不知道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可是他是真的在那個演講裡面這麼說 那我剛剛在問大家覺得 我們可以接受怎麼樣子的不平等 那這一張是我自己段話的 就是根據內政部 關於平均與命的那個資料所做出來的 那這一張是全國平均各縣市的差異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說 現在台灣人全帶平均與命 如果以去年出生的人而講 大概多少歲 其實大概八十歲左右 那大家會覺得全國 我們這樣三百多個鄉鎮市 大家的壽命都差不多嗎 還是覺得有差 那你覺得差多少 你覺得最好跟最壞可能碰到多少 然後這個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嗎 還是覺得說本來就是 就像是大自然嗎 就是而且每個人都在踩在別人的肩膀上 往上爬 如果沒有下等人 怎麼會有高級人 怎麼會有上等人 結果大家可以看看齁 在這麼二十幾個縣市裡面 其實我把中間列條線做為全國 唯一高過全國平均數的是幾個人 扣比較多的縣市 只有台北跟新北市還有新竹市 那比較嚇人的是 然後大家再再看 如果可以把人分在我們的族群裡面 可能誰的平均壽命會最差 那為什麼 其實大家看到有沒有 最長的這一條當然就是差最多的對不對 是誰 是山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的平均壽命跟全國 可以差到快要十二歲 然後我覺得在原住民的族群裡面 也值得注意的是 你可以發現說他們也不是都很 都真的都那麼懂得斷 你如果再把原住民分成山地原住民 跟平定原住民的話 他們的壽命也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當我們在比較族群之間的 健康不平等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記得 常常在同一個族群裡面 健康不平等的那個現象可能更嚴重 然後像前年為了寫兩公約的禮儀報告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查閱了原住民族的經濟收入 然後發現說他們的所得落分成五等份的話 他們的收入不均的現象是比一般平定人還要更嚴重 然後就不要講這個是台北市和其他縣市的差異 你可以看到說跟山地原住民超到快要十四歲 那我不知道就說大家覺得大家都是台灣人 那你住台北我住台東他住花蓮 然後我是漢人他是原住民 你會覺得說大家的壽命應該要差距在幾歲之內 才覺得OK 還是說這根本不是個issue 然後剛剛我們有提到說其實健康不平等的一個 最重要的定義當然就是說 在不同族群之間健康表現的一種差異 然後剛剛的那些指標很多都是生理性的 那也有人用了心理性的這個因素去做了一些調查 然後發現在心理疾病也是當鎖得悅不均的時候 心理疾病的嚴重成功 心理疾病也是發生率比較高 那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為什麼要放這張照片是 現在在英國或是在歐洲 其實大家都非常都會慢慢想要去連結收入不平等跟健康之間 那事實上在英國的話 大概已經有50年的研究歷史 可是在台灣 你會發現說我們還 我們相當缺乏這樣子的數據 像剛剛給大家看的那些平均餘命的差異 大家知道那個單位是什麼 是根據每個縣市 每個縣市的差異 是一個立體區域的差異 可是我們過去因為一直都沒有去串 那個比方說 像中幼兒子亡率或是平均餘命這樣子的衛生指標 跟人口學 或是跟我們那個稅收的資料 所以事實上我們目前並沒有像英國這樣子的一個資料庫 可以去凸顯說不同的收入 或者是不同的社會階層跟經濟階層裡面 大家的健康差異到底有多大 那我覺得這個是未來 我們應該要努力去要求政府必須要進行 可是聽說國建署有在進行 那其實這一章呢 就是想要問大家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在那個所得的差異可以上到一百倍 可是我們還沒有暴動 也還沒有革命 好像聽起來好像就大家覺得一百倍是OK的 可是到了平均餘命的時候 大家覺得可以有多少的差異 然後在資源禁用上面的差異又是如何呢 我不知道剛剛比較早來的朋友 有沒有看到有一位 做的很重的那個電動輪椅的朋友 他本來想要來聽今天的演講 可是因為我們這邊的環境的收視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下來 所以他失去了一個至少可以聽到 完全風這麼精彩演講的一個機會 那這樣是 可是他是 可是我要說的是 清明他是不是清明 這邊是算木哲 對 木哲咖啡館的設計事實上是合法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決定了要用樓板面積 來決定無障礙空間的設施 意思是說你只有達到一定面積的樓板 或是你的建築 你才需要提供無障礙設施或是無障礙廁所 那這個部分其實剛剛跟那個 全鳳老師在說的那個民主的參與 還有公民的參與是非常有很重要的觀點 像有一群其實最弱勢的人被排除在外 可能也是被我們排除在外 可是這個不是任何人的問題 可是是不是我們可以做的是說 那我們要不要去改一個 這也是剛剛全鳳說的 就是我們要去想說資源是非常有限的 可是我們到底要怎麼讓大家的那一個 資源的禁用都能夠比較平等 然後再來是生命機會的差異 我還有時間嗎 好我要講就是像剛剛 大家已經看到是社會的決定 所以剛剛全鳳老師有用了一個 one plate的那一個圖 去說明兩個小朋友 他們因為生長在不同的家庭 搞不好他們原先的IQ是很類似的 可是就這樣一路到最後一個是 一個宴會裡面的主人或者是貴賓 可是另外一個是端盤子的 端盤子的 所以現在在講健康不平等的解方的時候 我們也都是採取一種所謂生命史的觀念 正是我們知道就是說你的生命 你的出生會決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現在提出來的許多的介入方案 都是要緊繞就要開始 那在這邊我想要分享一個是 過去研究所接觸到的台中國中生 跟堅固寨的小朋友的一些經驗 然後讓我驚覺到說他可能是一種 所謂的刻板印象的威脅 大家可以看一下旁邊這兩張圖 我不知道大家習不習慣看圖 這兩張圖在說什麼 他在講刻板印象的影響 他現在把小朋友分成兩組人 一組人跟他說 這是一個IQ測驗 他跟另外一組人說 他不是IQ測驗 然後你就發現說 那個本來射精地位 射精地位就比較高的那些小朋友 他不管他知不知道那是一個IQ測驗 他出來的成績都很平均 就是這個黑藍色的這一條 可是大家看一看這個 這是那一群本來經濟狀況是比較差的 可是當你沒有告訴他說 欸這不是個測驗的時候 其他的成績跟那個藍色的那個bar 沒有差很多欸 可是你跟他講說 欸這是個考試之後 他就覺得欸竟然是考試 我應該是屬於失敗的那個吧 我應該是那個魯蛇族的 考得好 所以他馬上只是因為你告訴他 你告訴他說這是一個考試 他成績馬上會掉下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研究是在印度 在印度的種性制度的那個 惡名昭章大家都非常清楚 這也是一個測驗 他一開始測驗的時候 他分的兩個情境 第一個是讓所有的小朋友都知道彼此的種性是什麼 一個這個呢 旁邊就是一個 旁邊就不知道說你的種性是什麼 他都是同樣的測驗情境 大家就可以知道 在不同的國家得出來一模一樣的結論 事實上在低種性的那個 低走進族群的小朋友裡面 他們一考試怎麼樣 本來不知道說考很好的 現在他們知道彼此的種性之後 結果成績是下降的非常高 下降喔 紅色的是低種性的 是下降的 然後那個藍色的是高種性的 反而上升了 剛剛有看到那個 所以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就先 所以我要說的是 剛剛那個小朋友的經驗是 我會覺得其實好像從我們從小到大 你就已經被社會當中各式各樣的 不管是旗艦或者是定見所限制住了你的發展 可是我們過去會誤以為那樣子的發展 可能對每一個人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可是這樣子的研究告訴我們說 有一些效果 比方說像刻板印象這樣子的東西 可能對於不同的射精的圖群 它的影響力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在整個教育或什麼樣子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去知道像這樣子 特別是教育現場的老師 我覺得必須要去把這樣子的一個效應 放在心裡面 那因為 剛剛已經前面最早的那一張 已經有看到說 決定健康的因子 就是這麼這麼的射張 那對於我一樣一個 也算社會工作者 也是民間團體的工作人員 我會覺得是說 我們很重要的可能 我們在乎的是我們要問 不只是我們還要問 我們要到如果真的大家覺得 平等是一個重要的價值 那我們要問的是什麼東西的平等 是我們這個社會所應該要追求的 是像共產主義那樣 你追求一個純然的 outcome的 的平等嗎 就是大家賺的錢都差不多 或者是賺很多的時候用重稅 然後讓你稅後的結果差不多 比較像等候這樣子 還是我們要的是一個 什麼樣子的一個平等 那我們在這邊是 也是跟全邦老師剛剛提到 我們是比較採取像散那樣子的幾張 那可能要求的是一個能力機會 跟自由方面的平等 意思是說國家有責任 去讓每一個人有機會去做 他想做的事去成為 他想要成為的人 那不管所有的資源 或者是管道或是怎樣 就應該要把這個當作 由目標弄這樣子來設計 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認為 大概有幾件事情是必須要做的 一個當然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不歧視跟平等的這個 那不歧視跟平等還是有點差別 平等真正的實質平等要求的是 國家必須要積極的提出一些 甚至包括像積極性歧視 就是affirmative action這樣子的方案 去讓那一些本來就處於 比較獨立處境的人 有機會能夠爬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資源的重分配 那這個部分其實跟有連 不管是老政或者是反貧困聯盟 或者是稅改聯盟 在做的事情都是非常一樣的 那另外就是一個政治機會的平等 那在這邊我們要特別強調的就是 公共參與的部分 那不好意思 時間沒有掌握好 那謝謝講到這邊 謝謝 好啦 謝謝乙幣喔 關於乙幣跟我有一個同樣的毛病 就是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攝影機很難對人 哈哈哈哈 其實我會打給你自然做攝影機 開玩笑 不過事實上 剛剛 各位的前方 問一筆 在分享之後 待會就幫他們開放 我覺得有幾個東西 我可以來做一個 譬如說 資源有限 資源有限 我們叫我們教社會獨立的人 有時候會去跟拳討說 那 社會資源有時候是被建構的 那 誰有權利 所以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 誰有權利去建構那個資源 就變得很重要 譬如說 剛剛一畢講的 為什麼資源有限 但是有錢人還是可以得到 比較多的租稅的優惠 這就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資源有限 那 某些人他還是會有 源源不絕的資源 縱使是他 對他來講是井上天花 而不是雪狀爽壇 反而是很多沒有做到雪狀壽派的 這樣一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可以討論的 第二個 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 我就藉由剛剛一畢所說的 那個七位 一些物品的問題 你們還記得 在去年的地方選舉的時候 有某位 國內有某位很重要的人說 高雄人的壽命 以台北人來的斷 是什麼原因 對 那個人的婚姻是說 因為高雄人不喜歡搭捷運 他是誰 他現在在美國 他去美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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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寫面笨講說 頭腦簡單的 會做比較簡單的婚姻 或是 這樣講 但是 重點是什麼 重點其他就是一個 社會健康不平等的 一個很重要的issue 因為 包括你的 community 這樣的一個 condition 你的工業發展 環境汙染 對於健康的影響 而且只看到 他管過的台北 比較多人搭捷運 高雄人比較少搭捷運 他就以為說高雄的壽命比較短 是因為不大監運 那同一場選舉裡面 有某一位人 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訴求 說我要讓台東人 活得跟台北一樣的狼 這是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有一位候選人 他提出一個重要的 那叫做我要讓台東人 活得跟台北一樣的狼 因為顯然 台東人的平均壽命 比台北人的狼 對不對 所以這個議題是不是重要的議題 這是重要的 所以這會堅持到說 可能有所謂的資源紛紛的不均的問題 以及說某種程度上 某些人 他可能在同樣的條件之下 享受到不平等的 這樣一個大約的問題 所以其實 在台灣社會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健康不平等的素材 跟議題是很值得我們去討論的 那我就簡單的 從他們兩個的發言裡面 做一些經驗的 那接下來的時間 就開放給大家來做討論 所以不管是剛剛針對 全峰或一畢他們所提出來的資料 進行提問 或者是個人的一些看法 我們都歡迎 那當然 無論時間上的關係的話 我想說 每一個人也盡可能在 賣上的就是三分鐘 三分鐘的時間裡面 把就來做這樣陳述 那我們先來開放 所以我們有一分鐘 講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剛剛全方老師有說 金盛文權利 或者是資源這一類 它其實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可能會因為資源的有限 所以它可以採取逐步實現 可是我一定要說 並不是所有的金盛文 這樣子公約拿出來 每一條都允許你 國家說你以資源有限的原因 所以你就可以去保留 或者是說少做一點 那最終的原則就是 平等跟其事 就是說你的資源有限 可是你可以少做一些 可是你還是不能夠違反 平等原則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現在就開放給大家來做提問 來 我想請問一個 例如會講 很多地方有個 講那個各地區 他的瘦癮 瘦癮上的差 差 對對對 我個人做補充 我個人的看法 因為 剛才他講說好像 那個 有雲和魚醫師 在地區上的起司 我有個辦法是這樣 那就因為說 我們金房制度 雖然說是強調說平等 但是他實務的分配上 他是說把健保所預想的預算 會不會在各個層級的醫院 可是這部分有個很奇怪的事 就是說健保他後來造就更大的 更大的資源部門的物品等 就是說他把幾乎所有預算都是放在預選中心 這國家發展深 就是像說在預選上中小醫院 他沒有發揮到他地區醫院 該有負責到的那個公務 包括說地區民眾的衛教 還有地區民眾的醫療 那地區各個區域 包括說民眾的衛教部長 然後也會有一些廠道成本上的問題 那我想看如果我們說在 就是說我們在地區 就是說在比較天象的部分 因為年輕人工作是一個清洗的關係 對 都到部位區區 所以說在地區上那個老人家 他都一定到一個疾病 他的病程上他造不成的一體到的情況下 那他到那個地步的時候死亡率 其實就就會提高 其實很多成本是還蠻相扣的啦 那可能不單是有幾歲 那最重要還是說 我認為是健保他這個部分 他那個造成的國家醫療化的死人 如果說我們那個在那個醫學中心的那個 中小醫院他的資源 那預算分配上也就是說 呃 呃 也被對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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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來 不好意思 那個 我也是回應一下 就是我覺得 我會分配這件事情 感受還蠻深的 但剛才我覺得 李老師有講到 就是說其實 呃 健康人權的定義上 其實他是一個荒謬 然後是一個比較模糊的 你來在文化社會結構不一樣的時候 會不一樣的定義 那不是像說 比如說千禧自由 甚至有話語權 這麼樣的好理解 有些甚至是很隱晦的 比如說像 那老師覺得一直吸引者 那比如說酒駕 那身為經驗可以是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分配 那我們分配的是 以及很重 那應該快要死了些酒 那 並不會去歸走他的原因 那當然可能說 那酒駕就是 那你為什麼要用酒駕啊 那這個人權 到健康的公民 是任意會的 那剛才老師有提到 等一下會有問題 那老師有提到就是說 呃 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 公民充全 看不想討論的制度 包括 健康的制度 要改變 這些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但是公民充全 還有他的困難性 路可能也很漫長 那在醫療知識背景 不一樣的狀況下 其實 這些分配者 他也是在結構裡面的一員 那民主國沒有憲政的話 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 我想問的問題 是說 在這樣子 要用自己的行動 在實際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 老師知道的 比如說一些國家的例子 在健康市製程的一個過程當中 是有一個良好的公民同學和公民參與 那並且他也有轉眼師去保障一些他們在專業上意見 希望這個健康市會要怎麼走 謝謝 再一位 就剛才結束之前 就是剛才結束之前 就是剛才結束之前 陳鋒老師有提到就是 健康人權就是可以跟社會因素的結合 我覺得這是很美好 但是在做的時候其實我們現在是以誰的研究為主 其實在做研究的時候 其實每一方都可以有自己各自的觀點 像RCA就好 廠商可以說 那是化學和健康是沒有關係的 他們可以有他們的理論 然後我們就是民眾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知道我們的理論 我是想說這個做法 我們到底要以誰來研究為主 或以哪些途徑來打理 我們第一輪我就先散位 那我們第二輪再來一個 最後請陳鋒先來 我想當Merry您的問題有嗎 其實有兩個地方先講一下 第一個是 雖然可以其他事實在分析兩次層次 一個是 宏觀的自由 一個是微觀的自由配置 它整個社會要決定分析的原則 它在宏觀的自由配置上面的原則 需要決定下來 它因為宏觀的自由配置原則決定下來之後 微觀的自由配置原則 比如說這樣我們在臨床上面所面臨的分配的原則的時候 才能夠抑鬱這個宏觀的自由配置 再進一步的去細節化 我臨床上面 我面臨到的自由配置的時候 要做怎麼樣的一個分配 可是台灣的問題在於 因為宏觀的東西都沒有的時候 微觀的東西 它就一直亂出現衝突 甚至矛盾的地方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其實像我們在講說所謂公民參與的時候 公民參與它不會只是投票而已 不是屬人的東西 它更重要的是在於 你要跟民眾共同 包括資訊提供 比如說您剛剛講說 大家個人都不知道說 醫學只是每一個 可是我們政府有沒有嘗試的讓民眾知道 我們今天健保問題 或我們健保所必須要有的那些知識 譬如說今天我們講說 我曾經舉過有一點 譬如說我們講 韓劍疾病掉到寄附 那個韓劍疾病掉到寄附 它會排擠到其他 你可能應用的一些資源 那民眾到底對於這個排擠有沒有認識 對於這個韓劍疾病 對於那些病人的影響 有沒有讓他們去發生出來 根本都做溫通 其實從沒有的狀況之下 他們決定就是非常快 而且非常片斷的決定 那大家會說哪些國家有作弊 英國NICE 英國NICE 英國NICE透過他們的 整個的一個公民會的行程 以他們公民會的決定來講的話 他們比如說他們公民的招募 他們不光光只是說 我一個團體來就好 我甚至說我在大街上去發那個傳單 說你願不願意來加入這個健保政策的東西 所以是廣泛的廣告的招募 包括個人都可以 你來了之後 比如說我今天就叫你來開會 台灣健保府公布的那個議程 是兩個人該全公布的 對 健保不是 對 NHS他們去來 來之後 我還要幫你負責 一個月到兩個月 去年一個月到兩個月 讓你們能夠對這些東西 有一個基本認識 基本認識之後 我再篩定出來說 哪些人可以參加這些東西 那所有的資料提供 我看看目前資料的提供 台灣給的是最果然的時間 像有的國家 都給到三個月 給民眾去知道一些資訊 所以基本上公民參與他是做得到的 只是台灣健保 他願意花多少的時間 和精神去做這個東西 那剛剛我在開學的時候 我也有講說 我們曾經其名的學者 我在台灣來講 他在講公民參與說 健保處就是 我們沒錢 沒有資源 沒有做到 那其實這分答案 很簡單的話 說讓你認為所謂的 健康正義 健康平等 這種正義的概念 你們社會 願意花多少代價的決策 那實際上是 某種程度 反映你們社會的進步 這是第一 那剛剛剛剛提到的問題 就是那個 研究怎麼樣去參與 研究會有很多種 但是當他回到公民參與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他並不是要去追的一個對或錯 而是你必須要把足夠的資訊提供出來 那這個主觀資訊之下 你總是決定說 我今天要怎麼樣去做一個價值判斷 科學基本上它是量化的 它是客觀的 可是當他回顧到政策上面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主觀的 一個價值的判斷 對 所以他會不斷的有一些東西出來 那個科學上面的東西 我們可以講說 你有很多科學的依據 可以做決定 有很多客觀的標準 可以做決定 可是那些客觀的標準 到最後 怎麼樣去轉換成價值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這邊會牽涉到一個 比較複雜的問題 是在銀鑼上說 比如說像阿西亞的東西 那怎麼可以做 它比較複雜的是 那你去選擇 研究你的內容 是客觀科學的 還是主觀價值 傳統上面來講 會認為它應該是客觀科學的 可是當我某種程度 把一個資源去投入在 諾貝研究的時候 某種程度代表 這個社會想要知道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他某種程度 會參與一點點的主觀價值 所以這個主觀價值跟客觀的 這個 主觀價值跟客觀的 一個科學的判斷 怎麼樣再在民眾所 民眾大社 那個就 慢慢是這個時候 就必須要發展出來的 那它可能就透過一些 民眾參與的程序 或者是透過一些機制 讓科學家跟民眾所溝通 去發展出來的 一個概念 對 對 對 還有總理 司法還有行政 這個行政 這個部分也是重要的 而且我覺得 對於民間團體來講 可能是 它的那個門檻 跟所需要的成分 可能都是比較低的 或許一個品質 就是我們的工作 一個部分就是 國家會寫國家人權報告 所以民間團體就會寫 我們民間團體的影子報告 那像在兩年前的影子報告裡面 我們非常具體的指摘獸子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之前移工 如果你只要有肺結核 或者是你有一些傳染病 或是害生施症這種 第一個是你不准入境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在台灣 你有肺結核或怎麼樣的話 你可能會面臨 立即被遣返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處境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 啊這個很正常啊 或者幹嘛 然後疾管局 就會覺得這個是要絕境 就是所有的防疫 都一定要絕境在境外 可是後來 我們把這件事情 非常清楚的去寫 認為說 這件事情是違反 就是說這樣子 對於移工的限制 是違反疾病原則的 因為比方說 其實被結核 他只要服藥 在六週之內 是不是 就已經完全 除非是開藥已經被結核 不然他已經沒有 傳染的可能性 那更不要講說 立即或是寄生蟲 那你可能吃一個藥 馬上救好的 你為什麼要讓他 馬上就把他遣返呢 所以我們在影子報告裡面 非常清楚的去指摘 政府的這些作為 後來被國際審查專家所採納 所以他們在國際審查結束之後 他們會寫一個 針對國家的人權報告的一個建議書 給政府說 其實你們這些應該要怎麼做 怎麼做 還包括台灣之前也有 不讓那個 得到艾滋病的外型人士入台 那這些東西都在去年 一年之內 然後剛剛說的 對移工的那個 被檢核那些接近 就在今年7月1號開始 我要說的是說 其實你要去實踐 健康人權 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環道跟政策工具跟機會 可以是個人跟民間團體去用的 所以剛剛公民參與 剛剛老師說的那種 公民會議是一種形式 可是我覺得公民也還有一些方法 就像我剛剛說的去寫一個報告 你直接跟政府在某一個 國際法上面的觀念去跟他拼搏 然後看能不能得到 國際法專家的認同 如果你選擇他有道理 那你可能就贏了這樣子 然後再回到剛剛 你剛剛提到了那個 一些國家的一些做法 然後剛剛 全方老師提到 是說英國一向那種公民會議 可是現在呢 因為人權本來是一些很虛無表面 很規範很抽象的一些東西 可是現在慢慢慢慢的 一個人權最新的發展 這也是我現在研究工作的內容之一 是我們嘗試要用一些量性的指標 然後去實地去追蹤一個國家 在不同族群跟不同年度之間 在人權上面的落實 所以其中一個就是 比如蘇格蘭跟英格蘭在做 他們嘗試他們的健康政策 有任何的改變了之後 他們會被國會或者是被行政機關要求 要先提出來一個 所謂的人權影響評估 比如說 英國曾經有一度想要 減少某一個要路的起伏 結果他們就來算算算 就發現說他會特別衝擊到 某一些弱勢的族群 所以後來這個就沒有通過 我的意思是說 你人就可以用這種是一個比較top down 是一個 上往下的一個方法 就是要求國家可能在任何重大的 比方說在居住權就好 重大的土地徵收之前 你是不是也應該要做一個人權影響評估 比方說你現在要把華光拆掉 那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或是大奶二期要持續徵收 會有任何人權的影響 這也是一個新的發展 然後我回應這位同學的問題 就是我可能自己的解釋上面 我會覺得因為如果你在此去看那個 死亡率跟平均於命的資料 你會看到說原住民的基因 或者生存或者是醫療環境是非常相近的 可是你會看到非常恐怖的是 原住民族裡面 山地的男性跟山地女性的 那個男女差異是所有族群裡面最高 那時候你就會在想到說 就是你在解釋說到底造成平均於命差異的時候 你就會去想說 到底哪些因素症比較有可能 那再回到原性的內交圖 我可能就會覺得 因為他們所處的醫療環境是類似的 你幫大家都住台東 或是東駐八年 可是他們在生命的差異 可是他們在女性率沒有這麼大的差異 當然第一個是女性本來可能就因為某種原因 她本來就是活得比較長 可是你可以看到她差了這麼多歲 跟一般男女只有差五六歲或四五歲 那個是不可同日而餘 所以你就會去想說 那會不會是因為山地男性原住民所從事的工作 或者是她的生活型態類型 非常不同於山地原住民的語氣 甚至是其他的族群 然後去解釋那些平均於命的差異 這樣子 所以我可能會比較不輕鬆把它解釋成 就是侵略的資源所造成的差異 好 那我們來提醒第二輪 剛您有舉手 她用了嗎 有沒有 我曾經想說 可是 我有點覺得 大家在一段 我一個時候要不要講的是 比較小 OK 好 那您 不好意思我想請 因為我已經從公會畢業8到10年左右 那我其實在對於健康不明的議題上 剛才兩位專家其實提到的東西 都是我在8到10年間就提到的 包括原住民收入 甚至性別 甚至不同的狀況地區都一樣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有沒有就兩位專家觀點來看 有沒有哪一項人權 健康人權的東西 就這10年來台灣其實沒有進步 除了時間的演變以外 什麼叫時間的演變 因為剛才 畢老師有提到 就是比如說 在種族歧視場的問題 比較沒有那個問題 我覺得這只有可能 因為 就我這個年來來講 我們比較沒有那種種種族的刻板印象 可能我的父母還會對所謂的本省級 跟外省級 會有一種刻板的觀念 可是我們隨著教育 教育不會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 太多這麼深入的東西 我們沒有進入一多過去的 白色恐怖時期 或者是228 更年級的人 連可能228 要去講的東西 都講不出來 那我比較好後期的是 到底這10年間 這些議題都一直來炒分 也炒得很久 那到底這10年 20年間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真的進步的 以健康人權來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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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件事的影響其實是 因為現在精神科的治療方式都是用藥物治療 在社會主義這件事上面它是沒有被看見 所以說所有精神病人都被寄到醫院去了 那最近只是DSM-5出來之後 DSM-4的醫師出了一本有翻譯叫救救正常人 上面是就會對於我的精神醫療有大的批判 那其實我就會好奇說回到 因為我今天就是應該看到健康人權這件事 回到這個可能是 剛才有一個提到是以誰的研究為主 那整個台灣在面對精神健康這件事 大家對於精神疾病是非常恐懼的 這個很巨大到是 其實我們如果要跟一個人說 還有什麼樣的辦法 我們的社群怎麼去處處 怎麼去組織怎麼去連結 這些東西是一個對家屬來講 阿姨是一個家屬 他是看不見的路 所以對他來講就是趕快吃藥看醫生 但是其實我覺得一個回到說 如果要談比較社會政治這件事 是一個精神病人出院之後 他需要是很多社會決定論的東西 他才會慢慢的邁向健康 復原 甚至他活得比他生病前 為什麼他會生病這件事 如果他意識了他覺醒了 也許他會活得比生病前更好 因為他越堅強 身邊的系統也會跟著 因為他生病這件發生改變 可是因為現在這個社會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想是 那回到如果說 可以跟老師們合作 因為其實我是今天才知道 原來我們也可以去審那個 審那個 或者參與那個健保這件事 因為結果我們想的是 健保的局部怎麼出來 就是所有的各個領域的大法 已經決定是誰 局部比較多的社工輸了 社工輸了心理師輸了 誰輸了 所以說健保幾部 社工輸只有簡單的心理輔導人物談 算數 對 那如果對我們這些所謂消費者 甚至其實不是消費者概念的是 我們就是有一群人 在這樣的體制裡面 他其實應該更發生 發生的原因是希望有更多的 國外只有很多 比較社會決定論的治療方式 或者他是一個更化的方式 能夠進入到台灣 但是因為台灣的系統 全部都是非常的 生物醫療的 雖然我們總的去參與健保 讓健保有更多的可能性出現 這個就是我關心的 可是 我會必須承認一件事說 因為我很少接觸到這種干擁 今天才知道 所以說回到 以這種比較公民政治的方式 去看精神衛生的話 就知道老師們可以怎麼陪我們走這個路 好 謝謝 OK 好 我們再允許一個 也是最後一個 好不好 來 我想譬如說剛剛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精神那個 精神那個 為什麼 它一定有定一個 叫做思覺觀能症候群 那為什麼全台灣的精神科 我們不會說把這個名字 共同的大為宣傳 而讓一些 就每次發生終殺案 就一直在宣傳那個 誰殺的人 然後讓大家 都不會說 精神疾病就是沒殺人 或是會選擇去自殺 那這樣讓我們 產生很多的物理感染 謝謝老師 那我們就請兩位來會議 謝謝老師 因為剛剛也去提到 回答一下 大家看看這件事情的問題 我想說 我先從另一個問題 可以回答一下 剛才已經講到 健康跟人權承擇關係的時候 它並不是要恢復你健康的狀態 它要恢復的是 你在社會上 你有一個平衡的機會 做追蹤你成功的一個目標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醫學決定論 他會有一點問題 就在於 剛有說剛剛一畢想好了 一畢當作有一位 有一位 女士在樓上 她因為她的殘疾 她會拉下來 但是醫學上面 沒有辦法去恢復 她的那個殘疾 那是不起的 那在這種情況 不行的時候 就是在社會環境上面 必須要跟她 一個適當的環境 讓她能夠 在這個環境上面 她能夠 一樣的去達成 她所希望 達成的這個目標 這個才是 整個社會 在這個醫療上面 或者是健康那個人 想要看 所應該做的事情 那所以回到 您剛剛在講的 今天 譬如說 以精神疾病來講的話 他可能會需要一些 醫療上面的東西 可是 就健康跟人權的概念來講 他那個單選 醫療上面的滿足 他有沒有辦法去完成它 之後 達成他一個 生活上面的一個目標 他所想要達成目標 假設那一個目標 是沒有辦法被打成 還是被切斷的話 你的人權就是被現場 被侵害的 那這個時候 我家的社會 他就有遺物要做 那怎麼樣 讓這些東西去回來 比如我剛剛 遺遺講的問題 或者是原住民鄉的一個問題 原住民鄉 比如說原住民鄉 這樣說 他的平均民民去找不利 他可能支援不佈配置不平的 也沒關係 可是我們進去想想看 原住民鄉的原住民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拐不到 去參與支援配置的過程 假設他沒有的話 那個充權過程 沒有的時候 他只是讓一群人 在台北去決定什麼去分辨 來進去的時候 他們的聲音就是 永遠沒有辦法存上去 同樣的 回到這件事病患者來講 當你都決定 某一個地方的資源配置 或者甚至我們有一些 社會上的一些因素 那些服務必須要提供的時候 影響者就是不詢問 病患家屬 或者病患本身的意見的時候 他們的價值就沒有辦法出染 他就沒有辦法去決定 什麼樣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 而是以病患一個 第三年的角度去決定 你需要什麼東西 所以這件事才會變成說 那個公共參與 他或者是民眾的參與跟溝通 在政策上的重要性在這邊 他就必須要去重視這些人 所以剛剛講英國或者是德國例子 當他影響 他某一個政策 影響到某一個特定的一群人的時候 在台灣目前還沒有規定 他還是由哪一群人 就是那個團體 之前選擇的團體去由他做決定 可是在德國或者英國 當你的政策上的政策決定 會影響到一群人的時候 他在法律上保障那一群人 必須要表達意見 而且不是表達意見就好 當政府決定 不要採取他們意見的時候 他必須要附上你的去說明 我為什麼不採取的意見 去說服這一群人 那他某個程度就賦予政府 某個義務 你要好好去想這件事情 而不是單獨地想說 我做不到這樣子 所以這是第一群人 可是我一刻要 我忘記第一群人 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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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他的進步是 慢慢一步一步進 他不是一下子很大一塊的波長 但是我記得 我還在做研究生的時候 我剛做PB健保 健保當開始在做的時候 有一些人都拿不進去 獸型人拿不進去 然後軍人拿不進去 但是在慢慢大家努力之下 目前大家都拿進去 然後剛剛以畢講的 那個移工的問題 或者是移民的問題 以前那個外籍勞工進來的時候 在那個HIV感染的時候 他實際上管制非常嚴格 那後來也是在大家努力之下的話 他們可以慢慢在台灣接受一些醫療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形象都是慢慢的有一個保障 那另外的話 譬如說移工的參與來講 他算健康的權益 要實現他一個重要的工具 那原來在一代健保的時候 要這樣決定的過程 要這樣決定的會議內容 要這樣的議程是完全不公開的 那意識到二代健保這些都 其實還慢慢公開 我們必須要講說 現在還沒有做得很好 但是他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進 那當然還需要大家慢慢等一步 他才能夠進一步的做更多 那另外那個 譬如說像講 我們講比較統計上面 譬如說像平均人民那些東西的話 他可能就是還沒有辦法 看過我們以前做的改善 但是他至少很痛 除了去年 前年掉了一下 事實上他都是有一個 主環部上升 包括原住民在內 都是有一個環部上升 但是他其實就是一個 慢慢的一個 步驟在一起去 其實我想要回應 其實台灣整體的 醫療或是公共衛生的狀況 可能在全世界算是好的 所以我記得三年前 要來做那個 國際人權公約的審查的時候 其實專家幾乎沒有辦法去挑出 我們健康上面有什麼 特別出狀況的 除了移工的健康的醫療權 可能也有問題之外 然後少女多胎 可是我會覺得健康不平等 或者是說所謂的人權統計 他在乎的是 你除了要一個全國性的平均資料之外 他更在乎的是一種分重 就是我們所謂的disligation 所以像剛剛平均餘命在上升 那都是一個全國整體性的一個資料 可是我們就要來分了 那男生跟女生的區別是什麼 原住民跟非原住民 非原住民裡面的男生跟女生 原住民的男生跟女生 原住民的男生跟女生 身心障礙者裡面的 男生跟女生 身心障礙者跟身心障礙者 所以我們期待的是 我們需要去把人能夠去分門別類 再不給人貼標籤 或影響到隱私的範圍底下 我們現在民間團員在努力做的是 我們需要能夠去拿到 各式各樣的分眾的一些統計數據 讓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說 我們人權或是健康的實現狀況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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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例子好了 我想說好健康安全很好 可是目前發生了實案的東西 難道跟健康安全沒有關係嗎 有 那政府有沒有做到還做的東西 沒有 我跟老師一下 因為那個最高行政法院 因為有很多行政命令跟行政規則 可是然後你會根據這些行政規則 你就去告它 然後你會得到一個行政處分 可是呢後來高等行政法院 曾經有一個決議 雖然剛剛老師有說 照理說兩公約實行法通過了 即便憲法 或者是我們一般國內法裡面 提到的那些不被保障的權利 都應該可以透過兩公約實行法 讓那些權利可以成為行政 成為一個請求權的基礎 可是高等行政法院 我做了一個決議 特別是在居住權的部分 他說兩公約上面的規定 不能作為請求的一個基礎 所以這個是在司法上面 遇到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的民間團體 為什麼我們未來在CRPD的部分 可能會是試著去製造一些司法 希望能夠構成一些判決的先例 也是很大有盞的努力的工作 而就會是透過立法修法跟行政的這一塊 去追求他們的落實 感謝兩位的回答 那我想我小小做一個結論 包括說剛剛市長很多提問人 有提到的 那我請同學做一個小小的調查 你們知道說一年健保的總支出 大概是多少錢嗎 有沒有人知道 一年健保的總支出 單單健保而已 我們都是在後衛的喔 我們都是在後衛的喔 我們都是意外關係的 因為我們都有付費喔 每一個人家都如果每個人有付費 你不一定有用到 但是沒有用到的話 算你是對盡保的貢獻率比較大一點 希望都不要用到的最好的 對不對 好 通規模大概有多大 四千五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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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購保 來各位高中生 你們有獎備 沒有因為你是高中生 就沒有免責 四千四百多 好 十六千 答案介紹 去年是六千一百五十二億 OK 所以其實六千一百五十二億 事業人分配 剛剛全方已經講的 從簽稿 從1995年走到現在20年 以前 我們這種人家餐飲健保說 你們是非專業 我們決定就好了 拜託你們是誰 憑什麼來跟我們一起決定 後來民營團體一直在回教 回教 才會有所謂的 參與健保委員的機會 但是 剛剛應該是護理師 對不對 我很少看到護理師 來跟我們 以後選健保資源怎麼配 通常都是院長級的 然後都是醫師 所以其實 健保資源的分配是一個很 怎麼講 很大的政治經濟的議題 從我參與健保 二十年的經驗 我個人的理解是這樣子 我當然我自己的研究都見 那六千一百五十二億的資源 要怎麼分配 包括剛剛講的 我們的醫療成績 要等我來restructure 我覺得這部分是另外一個議題 要去討論 包括說 非所謂的醫療的部分 如何納入幾步的部分 我真的覺得說 那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而且是必須要具體力 去做一個很大的政策的改變 否則的話 否則的話 我覺得那樣的一個問題 在談十年 可能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其實 這是我個人的心得 然後因為 整個過去跟健保 有幸跟健保 磨豆了二十年 開玩笑 那 另外一個議題講說 關係非常不平等 事實上 有很多的議題甚至的開發 包括剛剛大家所分享的 其實很多議題都會是 健康不平等的 未來要討論的一些議題 當然資源有限 你如何去 你如何去在有限資源裡面去 讓每一個人得到適當的 他認為他應該被保障的健康人權 我用最後一個故事 來結束今天的座談 我曾經在歐洲 隨便問一個人說 您認為 您的國家裡面 健康政策 最重要的一個價值是什麼 如果我用同樣的話來問你 您認為台灣的政策 最重要的價值應該是什麼 我還蠻驚喜的 因為我本身是做健康研究的 他想都沒想 回頭就告訴我說 你告訴我說 Equal Assess 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 去接近這個資源 他認為是他們國家裡面 健康政策最重要的一個價值 那您認為 您認為我們台灣的健康的相關政策 最重要的那個價值是什麼 這就限制到很多人不同的價值權責 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的六個月 我們都會有 每個月都會有一場 又一場的座談 那請允許我做個公兇紅蘆的期間 8月14號 我們會有一場 就是經濟危機與健康 我們以自殺為例 我們請到台大 現在是行為 行為 對不起 新的所剛成立 他是來的健管所 有一個贊書生 張老師來 還有工作研究室的主任 黃定書 我們來討論 到底自殺的人 他的健康 會選擇自殺的人 接待於你咕嚕自殺 第一個不會出現你怎麼自殺 而是出現你咕嚕自殺的專線 那你如何讓這個社會更健康 那9月11號的社會致病論 國家政策如何使你不健康 包括說我們整個政策的發展 曾經我們要蓋了一個 所謂的國光石化在我們的中部 當蓋了一個國光石化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它會不會造成那個區域裡的人 更加不健康 那國家的政策整體的 你如何去做一些改變 那如果大家手上沒有講話 歡迎在會堂裡面有 上面有一句口號 有一句口號 讓健康平等 我們的責任不是想像 我們的節奏也不一直做這些想像 而是行動 而是行動 那有什麼是要更進步的 當然這個更進步的 就是由大家來 大家來一起來努力來改變它 我突然間想到一些事情 就是公民參與的 我講完這個故事我真的結束 1997年你們記得 1995年健保開辦 對不對 1997年政府曾經要把健保交點營營去做 叫做公辦營營 就是民營化 那你們認為 如果健保交給財團去做 會是好的結果 還是不好的結果 大部分都咬頭 對不對 那我們這種人 就是成立了一個 搶救健康健保的聯盟 又是盟了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印了一文文圈 印了十萬份 我們在建國難路 建國高架橋下面 請問誰會在建國高架橋下面 計程車司機在那邊休息 我們教會的計程車司機 如何看懂健保法 在他開車的時候 無聊可以宣導說 我把你講 趕快到後載 那你走一走 可以死的差別 這就是 其實經過一定的轉譯 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健保 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政策 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政策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行動者 每一個人都可以改變 這個 我們認為 不平等 不公平 不正義的結構 今天謝謝大家的參與 以上謝謝